中国教基金会很难脱离关系 因为吴淑珍利用同学蔡美丽的两个弟弟 蔡明杰和蔡明哲和弟媳陈慧娟当源头户 称州南则利用番薯元员工苏玉成和儿子 陈奇瑶的友人妻子黄秋霞 以及黄秋霞外申 六个人头在同一天内同样用17块股价 买进200万股的夜联钢铁股票 在陈折南爆发高结案之后 番薯元基金会不久也停止运作 不过炒股凡交易过必留下痕迹 就看检方怎么追出线头 欢迎回来新闻一走会的 庆山来走会 好来看一下这个苏嘉全 他在前些时候公布了他的财产 当然大家很好奇说 为什么他这个在他的卸任之后 他女儿的财产可以一下就增加了千万元呢 到底怎么样来的钱呢 而且他的这个保险的费用 算一算大概每个月 不吃不喝 这一家人要付出七十几万的保险费用 算下来这个钱怎么来的呢 他们到底一个月一年要赚多少钱 才能够负担呢 这些事情呢 苏嘉全统统没有答案 他告诉我们说 他已经公布了 大家就不要再追究了 可是越是如此 大家的好奇心就越强了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 苏嘉全在九十七年政党轮替的时候 他就卸任了 所以一直到现在一百年 当他公布了这一次的财产 中间其实有三年呢 是空的啊 大家是没有看到他的财产公布 但是他的太太红横珠可一直都是公务人员 所以公务人员他也要申报的是全家的财产 所以在九十七年之后 九十八九十九一直到一百年呢 红横珠是有报财产的 那我们呢 这个新闻一总会就花了一点的时间跟功夫 去找出了红横珠的申报财产的资料 来把那一些时间的空档 把它补起来 看看他们苏嘉整个的财产变化 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来给大家报告一下 好 红横珠财产申报大公开 从九十七年九十八年九十九年到一百年 这个部分呢 是这次苏嘉全公布的啊 所以前面有三年的时间 这是红横珠所公告的他们全家的财产 所有的这个数字都是 苏嘉全加上红横珠的 存款在九十七年有一千多万 那么比前一年是增加了二十八万而已 但是九十八年的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存款只增加了二十万 可是有一笔保险的费用 是一千五百一十四万 这笔保险的费用 是当年要求开始要申报保险 以前都不用申报保险资料 这一年要申报保险资料 他这一年申报的是一千五百一十四万啊 那么总额呢 当然就一下子跳到了 两千六百八十一万 而那两个女孩子没有 他两个女儿并没有在这个范围之内 因为都已经成年了 但是他们的保险费用 一共大概是九十七万啊 到了九十九年的时候 存款有增加三百多万 保险呢 却减少了 因为保险的这个支出也没有像前面那么多 基金有一百多万 所以呢 这个整个的总额有减少的趋势 一百年的时候 这个呢是苏家权所爆出来的 存款增加了将近有六百万 那么再加上他两个女儿的财产两千多万 所以总计在一百年的时候 他们的财产是四千八百三十七万 而保险的部分大概是六百万左右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来看的话 我想先请教一下校长 校长你这个数学好 你来告诉我们一下 这里面你怎么样看这一家人 他的一个最值得大家关注的是什么 那可能看这个表 九八年突然多了一千五百一十四万 是因为财政部规定 保险有很多种 其中一种叫做储蓄保险 那储蓄保险就是说 你存了多少钱将来也可以领回来的 这个要报 加上利息 那等于是跟存款一样嘛 而他比存款还好 就是因为存款你的利息是要报税的 这种保险的利息是不用报税的 他等于是说在保险法里面 所以以前不要报 后来财政部认为说 这个跟财产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比财产还优渥 所以要报 所以他把以前累积的加进来 所以会突然增加那么多钱 对 我们并不知道他这笔钱 是累积了多少年而出来的钱啦 钱数 但是一千五百一十四万 如果是一年就要交一千五百一十四万 那就不得了啦 对对对 可能他是一个累积的 可是我们并不清楚 而且我们看99年的就更清楚 对 那个保险钱为什么可以拿出一千年五十四万 就是说你这个是保险是除序嘛 如果你自己不把这个讲清楚 永远会有人认为说你薪水没有那么高 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的钱 这个我是建议还是要把它讲清楚啦 因为要不然你后面会有很多的想象啊 因为你又当过内政部长又当过县长嘛 这后面的想象通情就太大了 对 所以光是现在他六百万的保险 还再加上他女儿的保险 他一个月真的要支出七百七十多万 所以这个这个数字让大家很惊讶 你一个月要花七十多万 那请问一下你一年到底要赚多少钱 一个月你至少要赚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大家的一个疑问所在 支出就要七十几万的开销耶 不吃不喝耶 我坦白讲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譬如说99年393万 他担任民主党秘书长 实际上民主党不是没钱吗 所以秘书长其实也没有什么薪水嘛 对这一个部分的增加 那他这样三百五三万其实不算少 因为坦白说 像我们每天我们也都这样子辛苦的工作 我算了一下每个月平均进账三十万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进 而且进了对不对还没有花 没有花对对 就是就是 就是pure的这样的一个钱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不算少啊 所以这是第二个 那再一个的话我就会发现说 有一点很好玩的就是说 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发现 就是说当这个某些法的关系有所改变 因此要让你的财产曝露在大家面前 必须申报的时候 这个钱就会突然变少 就是比方说保险就减少了 本来保险呢都在这个红恩珠的这个账户里头 但是呢因为要申报了 所以突然到了第二年就领出了千万 那拿去哪里不知道 但是他宁愿剩下的这个数字 他可能经过计算过 你这数字漂亮 四百六十 不算多不算少 我觉得 对对对 男性假的我就觉得很妙 就是因为先前保险不需要申报 所以就没关系放在里头 都在保险里面 但是那年突然要申报 没办法了只好出来 没错 一看这数字 很怕 我就不怕女儿的存款 跟这些房子讲都是啊 因为过去未成年的子女 事实上是要申报的 所以耶利基金会在那个之前 并没有放在他女儿的名下 这一年他们又买了一个三重的房子 所以这两年看起来 他的存款其实加的不多 但是他可以买一个偷天处 这一年他存款也没有加太多了 说实在 但是总存款加了六百万 加了六百万 所以这里面 确实有一些让大家看不太懂的地方了 要解读一下的 这个是要说明的 你知道在很多国家这是要说明 否则 我们就有合理的怀疑 你的钱是来自非法的来源 这在很多财产来源不明对的国家要说明 那在台湾没有这个法律问题 现在他们自己拿出来公布之后呢 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为什么 你跟任何人讲说你一个月 房贷加保险要七十四万 我这两天看到民进展在炒作那个三只小猪存款的新闻 我还特别上网查一下 因为我自己没有存满过一个小猪 我查了一下网路上有没有人存满过切开 到底里面一个小猪有多少钱 发现网路上的数字如果都存10块 大概一个小猪就1000块左右而已 七十四万一个月哦 那是七百四十只小猪哦 你看一百年其实这个数字跟前面几年没有差多少 那一百年每一个月要花七十四万 九十九年也差不多一个月要花七八十万 九十八年一个月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数字 请问一下这样子的情况从他卸任了公职之后 每一个月花个七八十万一直到现在一百年 房贷加上保险 真的大家也要问一下你怎么理财的 其实这个数字有时候我们看数学数字太多了 你顺着它走的时候你会乱 这里面其实真正你可以看 只要看两个数字就可以了 哪一个 因为你说什么基金啊 有可能会赎回有还本啊 所以你看什么存款什么的 总额 九十九年到一百年 加了六百万 加了六百万 光这个你不管它是中间的怎么裸怎么理财 合理的理财 但是它总额就是六百万 总额六百万扣掉他们的薪水 就是大概还有三百多万的差额 这个差额 那个宝费或什么就罗来罗去 所以你就推股 我帮他想到一个全五都以后的三十块钱 那个每一票的补助款 那你开不起他 他的票那么多也不会只有这么一点点 所以他的总额就是有问题的 就是要解释的 不能讲有问题 就是要解释 你光他总额就是六百万 因为前面的那种资金流散 搬过来挪过去 搬过来挪过去 而且还有他还给了他女儿 对还有女儿的资产 他女儿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他女儿 这个是他现在 这个他们大概一个月了 一个月不吃不喝的开销 保费加房贷就是七十四万 另外看一下他的女儿 他的苏家的五万金大小姐 他的大女儿呢 最后一次申报 因为未成年申报是九十三年 那时候他一百四十万的存款 这一次呢他公布的是七百九十七万 存款基金加保险 多了六百多万了 但是也有七年的时间 他的小女儿那个时候 最后一次申报是九十五年 有两百多万 那这一次呢 他是一千两百六十二万 所以在五年的期间 他小女儿也加了一千万 另外呢 两个人还各自有房子 一个女儿有两栋 这个女儿有一栋 这个她们是联名买的这个透天醋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还要再加回到原来的这个里面的话 所以两个女儿的财产再加上去 他们就四千八百多万了 所以我说你变得奇怪了之后 我再回来就要走完的话 她的女儿当然因为有几年的时间 但是平均平均的话 包含房产包含基金的增加 七年内或三年内增加 一千多万多七百多万 你除一除 就是说她突然发现说 你发现她这一年之内 大概有一千多万到两千多万的 总资产含女儿的出现 给女儿 而这个出现的时候是怎么来的 因为是理财投资手段或什么 再回来看到那个 98年是因为五月的时候 财政部说应该要讨论 所以财政部领钱到98年年底的时候 通过以后保险都要报 那突然之间就蹦出来这一笔 代表着她们这一家家庭里面 过去有一个手法是不是 没有被在阳光底下的 就是有一些隐利的 投资保险的行为 就这样子出来了 所以你现在会看到说 她的这个资金里面 一方面突然之间 就是她这一年 特别的理财有道 或者是有人投资 政治投资 她的财产真很多 不然就是她还有很多的资产 恐怕还有一些 大家想很好奇的引力之道 不是 我就说 如果这连三年的时间 因为都是差不多的数字 所以如果一百年 每一个月要花七十几万的话 那前两年大概每一个月 都是七十万 这点的推论大概类似 但是不在阳光下 目前还不在阳光下 但是每一个月要有七十几万 连续三年 而且一个人已经离开了公职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花费 到底怎么样能够赚了多少钱 而这些钱真的是你自己支出的呢 还是有别人赞助 这个不讲清楚 后面的风暴会比农舍更大 我们待会回来